英伟达又出了一张新显卡 它这个名字叫4070Ti 嘿嘿 你别看着名字觉得这张新显卡 其实人家可是改名换姓的通缉犯 原来的名字叫408012G 对的 就是那张人见狗闲臭名昭著 被NV发布完又吞回去的答辩 变成了4070Ti之后 NV并没有对这张卡做什么改动 性能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把价格从原来的7199降到了6499了 说起来是降价了 但是这个6499难道就很便宜了吗? 这不还是老黄新时代特色定价吗? 那4070Ti的性能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 比起隔壁AMD的答辩 NV的这拖答辩会不会稍微不那么臭一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好了 这次我们测的卡是一个盖板的卡 来自自载红的战斧4070Ti 所以我们这次对比的其他显卡也都会换成公版的 或者是盖板 这次的4070Ti在市面上是没有公版的 全部都是非公 这个也是意料之中了 毕竟是临时拍脑袋想出来的产品嘛 和几位大哥一样 4070Ti也是继续沿用了新的16Pin供电接口 这张卡的转接线终于是看着稍微和谐一点了 它就是拿两个8Pin转的16Pin 我每一次看到老大哥上的四转一的转接头 我都是为之汗颜 外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就干脆直接把它拆开看看好了 这张战斧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三下两下就拆出来PCB了 那么4070Ti的这个PCB可以说是相当的纯朴了 这上面密密麻麻的空焊位 你跟我说这是1650我都信啊 这个卡配备了4090同款21G速率的显存颗粒 并不是4080上面的满血显存 并且显存也留了两个空焊位 中间这个小巧可爱的核心 就是4070Ti搭载的AD104核心了 我们看规格的话 这个大概是历代的104核心里面相对102规格最低的一颗了 要知道以往的104核心一般都是旗舰三分之三 三至二左右的规格 好歹是个准器件核心 结果这次AD104满血都不到人家一半规格 哎呦 这个含酸程度真的是史无前理 你就想想老黄还想把这玩意叫做4080 12G呢 不仅核心规格地 配套的192位显存位宽 更是一般只有在60级别的显卡里才会出现 虽然A的架构引入了巨量的L2缓存作为显存性能的支撑 但是这个192位的位宽看起来还是有点刺眼的 不过PCB上的两个显存空焊位其实让我有点怀疑 这个卡是不是本来是打算做成256位位宽呢? 好在这个40千天确实给了一颗完整的AD104核心 没有进一步的阉割了 它拥有5个GPC 60组SM 12G的显存容量 该有的新特性也都有 不管是DLSS3的补阵 还是ADE的编码器 还是48M的巨大L2缓存 这个确实是一张40系显卡 只是它的规格仅有4090的一半不到 高情商的说 这个卡很适合做ITX版本 用了现在的这些大散热器 着实有点杀机用牛道了 那么这个4070Ti到底是个什么性能呢? 一上来我们就跑了一下3DMark的Time Spy测试 4070Ti的图形分是22605分 似乎比起上一代的3090Ti还是要高一点点的 但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的水平 到了4K分辨率 负载更高的Time Spy Xtreme当中 4070Ti甚至是不如3090Ti的 这个表现显而易见是要输给A卡的G900XT了 光追测试Port Royal里 这张4070Ti的表现同样是不如3090Ti 不过光追的话 NV比起A卡还是稍稠强一点的 感觉这样初步看下来 这个4070Ti真的是不咋地啊 这要真当成408012G卖出来 那确实是一笑大方了 不过这个显卡倒是有一个小优点 毕竟是用的小核心 节能确实是节能啊 Time Spy Xtreme的烤机整卡功耗是272W 这个功耗下可以实现3090Ti的性能 应该说AIDA架构这一代卡的能效进步还是挺大的啊 行了 这个跑分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我们还是赶紧来玩一些实际游戏看看好了 这次我们参测的显卡没有沿用之前的数据 而是基于新平台完全重测了所有的数据 现在CPU用的是i913900K 搭配D5 6800C34的内存 系统和驱动也都升级到了最新版本了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热门竞技游戏Apex的表现 Apex说实话并不算一个要求很高的游戏 那我们如果只以2K分辨率运行的话 4070Ti 3090Ti还有7900XT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水平线的东西 都是跑到平均200帧左右 4K分辨率下这两者也都是120帧左右半斤八两的水平 应该说4070Ti相较4080的差距还是相当之大吧 塔科夫里的情况就更糟糕了 2K下车的CPU瓶颈我就不放了 4K分辨率下我们测出来4070Ti居然只能跑70帧 远远不如3090Ti 同样也不如7900XT 这个表现是真的够弱的了 另外一个热门竞技游戏COD19里 4070Ti倒是能勉强打赢3090Ti了 不过COD里A卡是异军突起 7900XT莫秒全了 相比之下4070Ti的表现就不值一提了 到了新作莫威斯协议这里 4070Ti的表现凑合吧 光深化下2K分辨率略强于7900XT和3090Ti 4K下则逊于3090Ti 不过依然要略胜7900XT 与此同时它的光追性能倒是比较普通 倒不如说这个游戏的优化就是非常沉问题了 开了光追之后只剩下39帧了 属于没法玩的一个表现 问题是这个游戏还不支持DLSS N卡要想有能玩的帧数还得借助FSR才行 另一款问题比较大的游戏实际并非不羁 之前我们测A卡的时候是各种花瓶各种bug完全没法玩的 现在测4070Ti的时候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了 这个游戏在4070Ti上是会突然卡住闪退的 所以我们也测不出帧数来了 哎呀这个测试体验是有待提高啊 去年的年度游戏二灯法环我们也测了4K分辨率 这张4070Ti依然是只有78帧不敌参测的所有显卡 赛博朋克2077的表现就更糟了 2K下还能凑合完 到了4K分辨率 不开光追4070Ti都只能跑49帧了 开了光追之后只剩下23帧了 反正横数都没法玩 要玩你就必须得开DLSS DLSS4K光追这个卡是可以跑到45帧的 原则上说 借助DLSS3的补震4070Ti是可以跑上60帧光追的 但是非常奇妙的是 这个2077的正式版本更新 至今都没有加入DLSS3的支持 我们想测补震还得专门去下CDPR之前发布的内测版本 所以实际上它是没有实装的 战神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 完全不会 4070Ti在战神里再度不敌所有竞频 又一次记了 倒是地平线5的表现算是比较好的了 4070Ti不论是2K分辨率还是4K分辨率 都可以胜过7900XT和3090Ti 4K下可以跑到100帧以上 还算是让人满意吧 我还测了一些别的游戏 大表哥2 拉了 是个生化危机村庄也拉了 杀手3 2K分辨率还算凑合 4K分辨率下就打不过3090Ti了 地铁离去增强版比其他几个游戏要好一点吧 但是4070Ti还是没打过3090Ti 最后我们也测了新版乌十三 也是意料之中的糟糕表现吧 这次的乌十三增强版优化真的是烂闹架了 开了光追之后只剩下22帧了 好消息是乌十三更新了DLSS3的值时 开了质量档的超分辨率之后 再开一个DLSS3的补帧 帧率就可以从22帧上到54帧了 好歹算是能玩的水平了吧 总的看下来2K下这张4070Ti的性能基本等于3090Ti 不管是光山化还是光追都是这个水平 4K下它的表现甚至是要更差的 只有3090Ti 91%的性能了 同时也是不敌A卡的 应该说192位的显存位宽就完全不适合跑4K的高分辨率了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但是本来我是觉得4070Ti你卖的比7900T便宜嘛 那要是性能一样的话倒也不错 结果是我想多了 它这个性能跟A卡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比A卡便宜并不能改变它是一坨答变的事实 接着我们还跑了专业软件 这个小核心就更不占优了 Blender渲染需要耗费9.8秒 远逊于3090Ti和4080 当然比起A卡还是要强一点的 OC渲染器也是一样 4070Ti哪怕在这种40系的优势场景里 也很难展现出什么优势来 依旧是不敌3090Ti 倒是视频编码效率上 由于它用的NVinc单元和更大的40系显卡完全一样 所以独显编码的视频效率倒是和4080和4090完全相同 但是落实到PR和AE还有达芬奇的具体项目里 4070Ti就妥妥不行了 后期性能还不如3090Ti 游戏开发方面Unity的光照烘焙 这张4070Ti也是我们测过的表现最烂的一张卡 包括UE5的Nanite 它的效率可能比A卡好一点吧 但是编辑势口的流畅度仍然是不及3090Ti来的流畅 最后Specviewperv的工业软件测试 这个卡也没占到任何便宜 基本上和3090Ti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吧 反正作为一张小核心的所谓甜品卡 这个4070Ti普普通通的专业性能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比性能4070Ti这种答辩是完全没有任何胜算的 不过它也确实不是一无是处的 前面就说到了 它的功耗还是挺低的 但实际上默认还远远不是它的极限 它的降压空间也挺大的 我们试着拉了一下曲线 降频降压之后 4070Ti可以在0.89V的电压下达到2.6G的频率 这个时候功耗只有150多瓦 性能却没有下张太多 Time Spy依然可以跑出20770的图形分 也就是说 这张4070Ti可以以150瓦的整卡超低功耗实现3090的性能 这个超强的能耗比对于笔记本平台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往下超表现不错 那么往上超呢 这个卡的超频潜力是被它的功耗墙给限制住了 没法超过280W 所以至少我们这张盖板最高也就超到3090MHz的频率吧 显存也可以拉个1500 最终我们可以跑出Time Spy 24375的图形分 高了8% 基本也是没啥超频能力 我觉得这个4070Ti真正发光发热的地方 应该是在笔记本上了 移动版的4080用上AD104核心之后会有相当不错的性能 你想想 30系150W的笔记本显卡也就跑个13000左右吧 这个150W同样功耗可以跑到2万分以上了 确实是相当让人期待 但是这张台式机显卡本身依然是一拖答辩 这也让我对于之后的4060、4070这些显卡有一些担忧 毕竟AD104都这么拉了 AD106又会是什么水平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不妨是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 极客万的店看看各种周边 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长袖CPUT恤 还有我们的鼠标店啊 徽章啊 对吧 都可以买一些来支持我们一下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